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邦什么环境局下达命令 被最高法院给他抵扣掉 给他否了 说你想立法规矩呢 你就找立法 找法院 找议会去立法 你行政你没有权利 这件事情的影响呢 影响太大 就是说他影响太大就是 他完全控制了 完全就是摧毁了联邦政府 就是美国从白宫 整个联邦政府的 他的权力机构 他的权力的贪婪跟奢命 所以在最高法院这一次 就这一个礼拜 给了 就归正了美国人民拥有枪制 防止了暴政 第二个 遏制了美国社会当中 就是取消了美国社会当中 任意杀掉自己孩子的权利 这第二个 第三个 直接砍掉了政府的权利 绝不能相信政府 我坦白跟你说 绝不能相信政府 所有在政府围观的人 都是不择手段满足自己权力的人 满足自己欲望的人 那权力是一个最大的满足感 这是一个 因为权力是无限的 权力是不会有 人说放纵欲望 他会累的 那东西是肉的 他受不了 但是权力没有 权力这人这块肉都烂死了 他还握着权力的 当初周恩来跟毛泽东 这个林彪死了之后 跟毛泽东那说 跟毛泽东也吓坏了 说 哎呀 主席啊 权力还在你手里啊 你别害怕 你别吓 这是周恩来讲的 那周恩来呢 一生就看见毛泽东就哆嗦 天大的本事 一物降一物 所以 谁笑的 这是最高法院做出的决定 那这篇文章呢 就讲述了说 其实奥巴马 奥巴马占领了 奥巴马占领了联邦政府 包括联邦的司法权 司法权 执法权 所以他占领了权力机构 但是呢 结果川普上台之后 在离开美国政府的时候 川普夺回了最高法院 所以川普就成为了笑到最后的人 川普夺回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归正了 归正了被奥巴马破坏的一切 被联邦权力破坏的一切 成功的阻止了这个这件事 成功的阻止了美国的衰败 他大概讲述的 这里讲的深层政府 其实就是 我以为就是真正的 怎么说呢 就是真正的奥巴马控制的政府 就是现在美国的政府 所以谁笑到最后 谁笑到最好 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东西 这个话呢 可以怎么样用都可以 我自己的大学同学呢 有些是当了大官的 很多国内朋友 你们在国内其实很多政策是这些人定 有一个当了大官的人 那都很早以前了 就跟我 他不敢说话 他根本不敢 但大家联系上 在一个 我用了一些 用了一些其他会电脑的朋友 透过手机用了一些办法 跟我大学同学连上了 但是大概连了也就不到半天吧 就基本就扔掉切断了 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同班同学很多人当大官的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是曾经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秘书 第一任的 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任的秘书 挺慌 挺慌的 真的挺慌的 那那个同学就突然就问了一句 很显然他一直看我节目 当然大家都是一块就这么上大学长出来 他说你值得吗 他问我值得吗 然后我问他一句 我说你是你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底细了 那时候在大学住一个宿舍 光不留条在一块洗澡 那人都长成的 自个怎么娶老婆 什么这那的 那点龌龊 尴尬的事大家都知道 我说你是你吗 他就不再说话了 我说你答不了 所以当你问我值得不值得的时候 你已经输了 你已经输了 那我说你不用讲话 我就跟你讲这道理 你做这些事情 就是你现在成功的一切 涛哥早已经成功了 但我讲出的话 你可能都听不懂 大学同学了 他就他就很无奈的 很无奈的一种 一种给了我一个很无奈的符号 我说你什么都没有 你不是你 习近平不是习近平 不是他 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今天的中国社会 没有几个人真正是自己的 因为这个环境是这样的 所以朋友们不用去期待那些成功的 我个人大学同学都是成功的 很多大学同学都是给今天看我节目的 你在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 给你们定政策的人 他们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没有 这是涛哥敢讲的 因为都是这样 大学同学跑到已经出国了 到了美国了 待了多少年了 自己的老爹是军队的高官 连打个电话都不敢 你是你 带着他那时候留了学校了 八九六四的时候 带着整个系里的学生 就驻守在天安门广场 那个旗杆下头 待了一个月 你是你吗 所以就是个笑 真的是笑 那系里的校花 那女孩往家跑 屁股挨了一枪 那是系里的校花 大家都因为是校花 结果系里老师心里有毛病 给留校 留校之后八九六四的时候 都到那个广场去了 然后往回跑 被刘大 可能不是人家特意打的了 被刘大打了一枪 在学院路那 他是翻墙跑回到学校 因为学校都给关门了 那就成了笑话 比我小一届是两届 所以这就是我想说 这是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 谁笑到最后 谁笑到最好 所以在那么一个环境下 当时涛哥根本不是党员 因为跟人家刺头 所以我当时跟人家 留这句话也是那句话 入党的时候 作为积极分子 参加人家小年级的入党 我说放心吧 谁笑到最后 谁笑到最好 找回你生命的自己 谁都不明 大家就全傻了 那因为我去摆老资格了 那你都快毕业了 所以很多朋友 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 尊重自己 这篇文章写的蛮深刻的 这篇文章 他讲述了 美国社会就在 这过去的两个星期里面 完全是一种归正的 自我归正的状况 川普指责深层政府 毁掉川普的总统任期 弹劾通俄门 但是在卸任18个月之后 18个月 他说是18个月 可不是6月份吗 卸任18个月之后 川普最后的笑声在他里 原因 他夺回了 帮助美国人民 夺回了最高法院 控制了奥巴马的 这个深层政府的 联邦政府的权利 所以这还就这个定端 这个东西 这就归正了美国 那有本事 你联邦政府调动军队 摧毁美国现在的一切 如果你敢摧毁 如果你敢去做 你就去做 但人民拥有枪制 对不对 那你这一届政府 你没有看到任何军队 跟他们敢如何 你看到的是文职官员 就是国防部长 他这批官员 在阎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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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军队 但是呢 他他动不了根本 呃 星期四 对有关环保局的 这个否定的裁决 是最大限 极大心 极大的可能 限制住了 非民选 联邦官僚 在国会之外 制定法律 跟政策的能力 这篇文章 写的很到位 非民选的联邦官僚 是谁 奥巴马 奥巴马换掉的 在美国政府 美国政坛 美国整个政界 他拥有八千名精英 这八千名精英 制定了美国各种政策 跟法规 就是政府法规 那还换掉了 八千名当中的六千名 其中集中在 美国的司法部 美国的FBI CIA 连国土安全局 这个相应的 所有这些真正 执法权利 司法权利 就是 就是 绑架人的权利 这些人 那制定了 是他们制定政策 那制定政策 牵扯到国家安全 牵扯到人民安全 不就是权利吗 所以这就讲的 叫非民选联邦官僚 那川普总统 作为民选官员 总统上级之后 他受制于这些精英 对吧 那FBI的 这个各部门的局长 在总统换总统之后 他们还是局长 中国政策的部门的官员 他们还是那些人 所以这就这 这就当时 这是这篇文章 直接讲说 川普的三名法官 彻底摧毁了 奥巴马 更换六千名 非联邦官僚 所带来的一种权利的 深层政府 那最高法院罗伯茨 他就伸张正义了 他写的很特 他对 这副申诉 就是他在表明自己意见的说 国会没有明确授权 该机构拿出此权 此决定时 法官可以推翻 具有重大经济影响的 联邦机构的法规 这是重大的理论问题 就是美国社会 三权分立的根本问题 联邦官僚机构 必须指出 国会对他声称的权利的 明确授权 没有国会 你没有资格拿出权利来 你是一个权利机构 你没有资格拿出你的法规来 所以为什么联邦制的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法国 德国 英国 出现这种状况 他不是三权分立的 他可以以这样的方式 作为所谓民主的转型 当初的纳粹 德国纳粹 就是这么产生的 是以民主的方式 产生了独裁者 今天的加拿大就这 加拿大在 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在讲述说 85%的加拿大人很满意 用85%的加拿大人很满意 是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讲的 去打击15%的加拿大人 春春翠翠的共产党 然后感谢特鲁多 塑造民主社会之下的 所谓的官僚的英雄 猪狗不如 我说猪狗不如 那猪狗他也不会像 在中国出现了那种文革之后的做法 怎么会在加拿大出现 对不对 他怎么会这么去效仿呢 那猪狗不如吗 对不对 你有什么能力 你有什么资格 去再修正着 去拯救着今天的中国人 你的做法是 今天中共国人的碎碎 垃圾 因为他已经邪恶了 大张旗鼓在那宣传 然后你的副总理 一个女人走在前头 后面光不溜条的一堆男人 战胜自己的羞耻感 你根本不是人 斜了门了 这个地方 可神奇了 我才 我眼睛里真的不是人 米其根大学教授 在推特上说 针对行政机构控制权力的 这种魔性的东西的一切 给他摧毁了 是 他们恢复了 美国开国元勋的真正信念 任何自由的 对自由的任何限制 都是国会通过 而不是总统 财政部长 官僚部长的通过 是 恢复了原本 不幸的是 环保局充满了部长 这些所谓这些的人 这些权力机构 掌控 而官僚们喜欢掌控每一个人的生活 让指导他们去如何做 这就是今天加拿 在大疫情的背景之下 这就我们说的 这叫民主的暴君 这就是乌克兰的总统 所以很多支持乌克兰的人 你在支持真正的暴君 每一个死去的乌克兰的人 你们欠他的账 那在乌克兰摧毁了一切不同的声音 摧毁了一切不同的声音 他讲要把权力 共和国最高法院 这个大法官写的 这个是首席大法官 我们是一个共和国 把权力交给人民 交给国会 交给人民 人民交给国会 绝不能交给联邦政府 其实是这个 然后他就讲述这个法规 当时环保局怎么出的这个法规 然后提到 对保守派来说 这个决定是川普及其任命的 最高法院的三名大法官 所带来的直接的结果 德州的司法部长 叫做帕克斯顿 非常的赞赏 这个结果 你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三个部门 我们一开发第四个部门 所有这些联邦机构 都想超越 都已经超越了 我们这个国家的原创者 元勋们 他们曾经遭遇的任何东西 西弗吉尼亚的总检察长说 川普总统跟联邦司法机构的做出的令人惊叹的事情 我们看到了 看到了法院的故事 赞扬法院的决定 这是川普真正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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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胜利 之前川普遭受了联邦官僚机构的直接的袭击 通俄门 以及包括任何他私人的东西 而川普总统却在后来 以他任命三名大法官的这种故事 从而给美国人民带来了真正的一场胜利 对川普是一场胜利 在他与整个深层政府的这种斗争中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根本性的胜利 这是一个大新闻 最高法院代表了普通人的声音 遏制了联邦官僚机构的权力者 阉割了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